哈嘍大家好 瑞丸です 八周年第二弹活动的预告已经来了 在第一弹活动抽完卡之后打完赶卡 龙石领完之后就很空虚了嘛 除了练连结就是练连结 等了差不多将近有十天吗 快要啦快要 终于来到第二弹啦 都已经放出来了嘛这些预告 然后龙石大进账的关卡 龙卒历史 不过那个BossRush到现在都没有预告 真的是有一点点的 嗯 每一次大活动都该有的 竟然没有了 有点小可惜 或许第三弹它会出来也说不定 希望啦 OK 这边我们稍微来看一下这个预告 这一次应该会有L-O的图示了吧 毕竟第二弹活动应该会把它给都看到L-O上去嘛 这个巴比迪 所以讲哪里 为干 还是L-O官方长有那么死了嘛 这个不是应该要 还以为今天会放出来知道巴比迪会升到什么L-O 结果还是这个样子啊 朱二的根源巴比迪 然后邪星的操纵魔术 嗯 那么这边的话它这个用这个东西啦 它算是操纵北极大那时候用 到最后会不会是交替成北极大啦 而且一般的周年免费L-O啦 都会使用我们周年新推出的系统来制作啦 今年的是Standby Skill 所以这一次的L-O8比迪应该也是会有Standby Skill 只不过它是用在复活Counter 还是Standby Skill过后做交替打输出 什么样子 就不太确定 然后在这一边 我考量到可以在Standby Skill上面 比较有的操作性的 有两个 一个就是它不是有一个能量条咯 插下去 然后朴无慢慢的挤满 它就变 可以变出来 可能就是进入Standby Skill 然后 每一次被打 那个 那个叫什么 它的气量条卡进可能就会站上来 好的就是赤足夹剂 吃到够的时候 砰 然后朴无出来就变成巴比利朴 这个其中一个想法 然后另一个想法的话就是复活 在复活方面 被那个朴无自己捏死这个样子 目前是这两个想法啦 官方尝到现在可能就 不要让我们知道它到底是怎么样 可能想给一点惊喜吧 大概就是8号 9号 明天就8号了嘛 对了 看一下 它正确的日期 我们可以通过这边 之前有跟大家说过嘛 通过这个SNS投稿这边 它的日期我们就知道了 到2月9号 这样的话2月9号是第三弹活动正式开始 3点下午3点开始 那么大概就是 今天是7号 明天8天准备一天 我们会获得Data in 这样子的话明天应该是会知道 8比T到底会多看成什么 然后能力到底会是怎么个样子 然后9号开始 我们就可以正式的去打关卡啦 嗯 OK 蛮期待一下啦 8比T这边官方竟然尝到这么死 也不知道会是变成什么个样子 我觉得这两个猜想啦 刚才说的 插进过后 普鲁伸出来 另外一个就是被普鲁死 然后变成胖普鲁自己一个人 嗯 两个都还蛮值得期待的 再来的话是这一个撒弹 撒弹的Data in 我们之前就已经知道了嘛 不过就 嗯 这一次没有减伤也没有回避 也没有普鲁 都不知道这支撒弹到底要拿来做什么呢 官方 拿来打酱油吗 哈哈哈 因为现在的能力真的是 欸有一个 不是有一个 不是一点啦 是非常的悲剧啦 目前来讲 就期望他可以 Data in Data in 之后有减伤有回避之类的 超强神机一撒弹重新再登场吧 嗯 就看看官方怎么安排呗 再来 欸说不定会有 联合必杀技也说不定 有那个很久也是没有了嘛 连接必杀技 嗯 可能会有 应该是讲免费卡很久没有了 好像是 然后再来的话是 这一个supporter member list 之前是 那个五道会议上面 悟空跟比克嘛 这一次还是悟空跟比克 不过是GT片这一边的 嗯 在第一上面想见 没记错 超17号那一边 是吧 比克的那个激励 因为在邪恶龙片 已经没有比克的细分了 然后比克有出来 也是在超17号那个篇章罢了 所以应该是那一个部分 嗯 不懂会是什么效果 那 不过一个关卡 两个supporter member list 欸 真的是可以 不过有龙石拿就好啦 欸有龙石拿就好 哈哈 然后再来就是这个 逆流邪恶龙诞生 会开第四第五第六关 所以就是 三星龙 四星龙 跟七星龙 应该是这几张 欸是吗是吗 还是二星 二出来了 二五六是出了 这样是剩下七 三四七啦 应该是三四七 这三张 然后最后 最后的第三段活动 然后就一星龙登场 哇 有一点害怕他们的难度啊 太强的话就有一点点难搞 嗯 应该啦 OK 再来最后就是这一个龙珠历史 第24关了 大概有一个23到24颗龙石可以拿了 嗯 这个就非常棒 那么这个就是第二段活动 即将要开出来的活动 然后到时候应该是可能第二段活动开起 几天之后又会有极限在觉醒的资料出来啦 咦 按照去年来说 官方是在10号左右会开极限在觉醒 可是今年因为第一弹已经开过了 所以可能在第二弹的时候会拉多一两天 嗯 可能13号左右吧 然后10号左右才出能力情报 也说不定 然后再来大家比较关注的应该就是卡机事件嘛 然后从游戏内的一个方面呢 我们大概可以猜想到卡机在什么时候出来啦 就是这一边啦 关于龙石购买这个 诶 因为美日龙石啦 在2月1号开始 如果是2月1号之前没买到的话啦 after2月1号就会买不到 官方就把这一段时间完全空下了 因为他要renew一个daily龙石 到2月16号他才会更新他的那个新的daily龙石出来 就是美日龙石 所以我个人意想2月16号这个日期 应该就是第二弹活动 应该说第二弹的卡机开上来的日期啦 所以 以这个时间来看的话 15 14 提前两天嘛 15 14 第14天 14号的时候我们会获得 第二弹活动的能力 如果是有开升放送的话 就不好说 如果没开升放送的话 那么14号我们可以获得 第二弹活动 所会推出的新角色的能力啊 跟情报 嗯 那就可以稍微期待一下啦 嗯 然后 现在目前因为之前就是有看到一些朋友 就有讲到这个 龙石方面 买不到daily龙石嘛 如果是有买的朋友 这段时间 因为是官方要更新那个美日龙石的关系 所以 暂时会 没办法再继续买下去 2月12 16号过后 他会更新新的美日龙石出来 不知道到时候的龙石 是会不会是跟国际版的夜卡是一样啦 最好是跟国际版的夜卡一样啦 又便宜 然后拿到的量又多 呵呵 这个是比较棒的啦 嗯 OK 以上啦 就是这一次即将要到来的第二弹活动啦 大家就可以一起期待啦 至于第二弹活动会出什么角色 欸 那个更加的让人期待 哈哈 好啦 那么大致上就是这个样子啦 以目前的公告 我们可以收到的情报 嗯 关于第二弹的活动 那么 这一次的影片也就到此结束啦 谢谢各位的收看 Jiamata 拜拜